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气愤的综艺 拜金与找存在感出言不逊 富二代现场开思大快人心 在一档相亲告白的综艺节目中 富二代在自我介绍的VCR中 只有一段平平无奇的收入介绍 以及从事的工作 这些并没有引起女嘉宾的重视 反而一些女嘉宾开始找存在感 富二代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对的这位女嘉宾哑口无言 可是总有头铁的存在 之前的那个宁可坐在宝马里哭那个宝马妹 孩子肩膀宽宽的有安全感 直接嘲讽富二代身材 还有一个直接说她的腿短身子长 我觉得她腿短身子长 我没觉得 直接遭到富二代的反驳 那你意思是你身材比你很好吗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你很不礼貌 这个妹子估计脑子不好使 还说人家不礼貌 可是明明是你先开口嘲讽人家的呀 这真的是又被无语道 还有一个热门女嘉宾之言 就看不起你们这种富二代 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 就像一个没有断奶的小孩子 来 我们 我觉得你对不起你爸妈给你的这个身子 可是当她看到富二代的存款的时候 声音都直接颤短了 脸被打得啪啪响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资产一曝光上的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 这也太双标了 但是这个女嘉宾还得硬着头皮装作呼吸 真是难为她了 不过富二代毫不留情 直接开丝 这真的是太解气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这也是太解气了 韩战录器 耶稳 勇气